今天我们用那个冷冻的酥皮面 多做几款点心 这里是全部材料 我把剩的牛肉切了丁 和洋葱炒一炒 加了一点咖喱粉 这有两条意大利香肠 这是红豆沙 另外还有一些干果 我把它给切碎了 巧克力酱和果酱以前都用过 最主要还是咱们这个酥皮 自己也可以做 主要是普通的面粉 和成团 然后加上黄油 折叠 反复的赶几次 就是咱们这酥皮面了 我们先随意的把它切出大小的面片出来 先做第一款 这是意大利香肠的 把它切一个跟它长度差不多的 然后给它包起来 如果不够宽的话 给它这样捏一捏就可以了 这个面很筋道 不会断的 整理好了 我们给它切开 但是别切断 就像这样 切多少块都很随意 左右 给它这样分开 稍微用一点力气 现在看着不是很漂亮 但是烤出来会很好 第一款 现在来做这个咖喱牛肉的 把馅放在中间 上下一折 一压 按一下 这个两边接口 再用叉子 给它压一下 然后上面给它扎几下 咱们这就做好了 现在来做红豆沙的 放一颗红豆沙 就这样给它捏起来 揉成一个小球 这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下一款 把这个方的四个角 都给它切开 像风车一样 把四个角给它窝过来 中间给它稍微压一下 来一点果酱 咱们这一款也做好了 下一个是巧克力的 这个皮是方的 我们直接给它 做成一个三角形的 一样 用叉子 给它压个边 最后剩这块面 比较大 我们给它擀得薄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那干果仁都给它撒上 铺得均匀一点 从一头往里窝 尽量给它包得紧一点 最后整理成一个长条 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段 多少块都很随意 这样我们六款的点心都做好了 现在开始涂蛋液 蛋液尽量给它涂得均匀一点 这样我们的点心烤出来是金黄色的 巧克力这款上我给撒了点杏仁片 好看也好吃 豆沙的这个我撒了一点黑芝麻 还有咱们意大利香肠这个也给它涂上蛋液 这个需要多烤五分钟 所以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烤盘上了 烤箱预热380度 烤25分钟左右 倒20分钟的时候就要观察颜色了 都出炉了 我们给这个甜口的涂一点蜜水 就是蜂蜜加水 这样会看起来更加闪亮 现在来尝一个 整个稍微凉一点就非常酥脆了 很好吃 再试试这个咸口的 这个意大利香肠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款 家里有小朋友的肯定非常喜欢这些点心 做起来又特别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